请 行了 张可同志 你好 我是维方交通站的孙长福 上级啊 要求我们对你们进行搜救 可是我们谁也没见过你们 只好拿着一张告知 只要是让鬼子发现了 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这下可好了 终于找到你们了 张可同志 谢谢你们 张可同志 你太客气了 我要代表上级领导 感谢你们才对啊 我想知道 刘盛南同志目前的近况 还有黄金的下落 盛南 还有 白丁他们 都还在监狱里呢 至于说 黄金的下落 为啥 那金子呀 还在那大牢里头 日本的手里呢 那咱们怎么才能把他们都给救出来呢 其实啊 暗门都计划好了 什么计划 可现在犬都乱了 他们俩呀 算是被俺给折腾出来了 可那俩呀 还在大牢里头关着呢 既然 你们是自己人的 就帮帮俺行不行 这该打整俺真不知道了 金氏同志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谢谢 张可同志 那两位同志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营救出来的 小王 把这里的好消息电报给上级 是 你就安心养伤吧 啥事了 你先来 十一点五分 怎么了 那时尚可不够了 咱们这样坐一块 合计合计 咋样 好 行 干啥呀 啥呀 把自己 咱们就上来吧 腰疼着呢 安万难 那金子你刚才不是已经藏好了吗 你干吗瞒着人家孙队长啊 孙队长 孙队长的 你知道他是真是假呀 你知道他是好人坏人哪 那孙队长可是按救命恩人哪 再说了 人家不都说了吗 是咱自个儿的同志啊 那可不一定啊 任性格都屁的 就算他们是自个儿人 他们是冲啥来的 冲那金子来的 你可别忘了啊 别管你是寻死上调咋出来的 反正你可老客现在是出来了 九妹子和丁子现在可在大牢里还待着呢 还受苦呢 杂整啊 杂整 安把金子交给他了 他一蹬屁股揍人了 他俩杂整 行啊 行啊 谁知道你鬼心眼的 哎呀 算是出不了了呀